好 所以請教小玉姐 那為什麼一直流標很奇怪 錢為什麼不停的往上加呢 對啊 所以就一直流標 那我們當然可以理解 因為最近大環境的關係 你可能原料 人工通通都上漲 所以它本來的預算 是本來28億 一路追加到81億 28到81億 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那最後大家受不了了 因為待會蘇陪會講細節 那包11億 受不了億會把關 所以就降下來變成71億 變成71億 好 那問題是71億呢 這個後來還是沒有辦法 就要變成拆兩個標 到柯文哲在這裡的時候 他因為一直四次流標都包不出去 所以他最後統包 把它變成傳統包 傳統包是怎麼樣 就是分成兩個 但是不是給全部的廠商 照理說那個廠商 你應該是設計加工程師做 應該統統到一起嘛 我們的觀念應該是這樣嘛 你怎麼可能設計分一個 然後這個師做的又分另外一個 可是因為他真的沒辦法 所以他把這個的工程呢 就拆成叫做設計標一個 設計完之後呢 我們再找人來實際師做 這個我也覺得蠻奇怪的 但無論如何呢 他光是設計標終於標出來了 是71億 未來的設計規模是71億 可是他重點來 為什麼今天會有這樣的爭議出現 是因為他招商時候呢 沒有規劃工程費的上限 無上限啊 無上限 就是等於說你留給設計標的廠商 空白授權 那蠻奇怪的 你明明就是定掉說 這個工程是71億 可是你光是設計的部分 你就給他空白授權 你完全沒有定一個經費上限 對 那萬一我今天我設計的廠商 我就大筆議會 我設計了一個 超過80億 100億 隨便喊這樣子 那難道你這樣也要買單嗎 概括承受 而且你這個還包括工程標的部分 那我最後要講一個 是最扯的部分 所以等到柯文哲上任的時候 議員找他來 他自己講 還說櫻圖是一個炸彈 是一個炸彈 所以當時包括國民黨黨的議員 全部都跳腳 而且這個還有一個重點 因為櫻圖他是誰的職責 是文化局 就當時這個文化局的局長蔡忠雄 他竟然在卸任之前 就跑去出國念書 而且當時出國念書 還爆發一個爭議 他是用公費 你要卸任了 一個文化局長 你不趕快把這些事情全部解決 結果你跑去出國念書 還是說還是用公費 當時他這個臉皮蠻厚 他用流庭 後來是議員動沒條 你怎麼可以用流庭 還用公費出國去讀書 而且是在卸任之前 在柯文哲的眼皮底下 可以做這個事情 柯文哲說 這個就是他OK 議員有問他 柯文哲說他不知道 又不知道 他是印上申請公費留學 然後後來最後蔡忠雄就把他解職 你要讀書你就不用留聽了 你就好好去念 沒有解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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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蔡忠雄是公務人員 他是文官 他不是政務官 所以柯文哲還把 本來文化局長是政務官 對不對 因為要卸任之前 他把他調回去讓他當局長室的參議 所以他已經升官了喔 然後用參議 暫待文化局長 所以在這個時間他留庭 出國去念書 更扯 然後蔡萬安雙恩之後回來了 他現在在參議室 每個月領著高薪的閒官 就在那個地方 這就是柯文哲 留給蔡萬安的爛攤子 我在說真是一個很大的禮物 我們能理解 你的文化局長 不去解決這個問題 你還讓他拿公費去留學 然後呢 這個攤子擺在那邊 然後自己還跟議員講說 對啊 我覺得是個炸彈 你覺得這個是合理嗎 我覺得非常誇張 所以請教教書本 因為你剛剛說了 除了這個文化局很誇張之外 你看喔 光設計圖 我覺得蠻誇張的 因為本來怎麼會從28億 變到71億呢 好 櫻圖先前先開 議會先通過71億嘛 北市府也有請廠商 來做先前規劃 包括文化局 已經花了510萬 之後水利數又花了780萬 規劃設計需求 評估工程費用 光評估喔 就花了1295萬耶 現在又花2.3億元 請建築師來提這個工程預算 未來工程費又不提上限 不是啊 在卸任之前 他就一直往上加 我們會等到什麼時候 等到現在都還沒有動工 這怎麼回事 櫻圖整個就是如柯文哲自己講的 他就是柯文哲留給蔣萬安的大炸彈 怎麼說 他在2015年 本來單純只是要重新蓋一個台北圖書館 他就假的 就把說音樂啊 中心也把他拿過來咧 然後重新要把他蓋一個 所謂的音樂加上 音樂中心加上圖書館 要把他結合在一起 這個東西如果依照合理先行規劃的預算來給議會 可是柯文哲有沒有 沒有 他在2015年的時候用所謂的什麼金 二倍金 1295萬 就先送了先期規劃 你知道嗎 就是逃避議會監督 這個案子 沒有經過議會同意 就做先行規劃 就是用二倍金 而留下了一個大爛灘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整個預算的暴增啊 真的是非常離譜 104年原本要蓋圖書館 只要花28億 2015年柯文哲突發期來 要把音樂廳跟圖書館加在一起 就預算整個擴增到30億 結果擴增到30億 100 就是2018年 也就是107年的時候 又變增到70億 110年 發包不出去 增加到81億 一增加到81億 柯文哲的議會 接受議員的質詢 裝傻完全說 他不知道 不知道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文化局不是有跟他報告 怎麼會不知道 他就裝傻 我記得還是降血壓藥對不對 對 然後還故意露出新聞 說他聽到這一件事情的時候 回去找相關的單位 來跟他報告的時候 他蹬到手快要爛掉 他要吞血壓藥 然後就把預算硬降下來 是71億 那我跟大家報告 櫻圖案因為是同胞案 什麼叫做同胞案 就是設計 規劃跟營造 全部交給一個廠商 一起去完成 但因為總預算 本來應該要81億 柯文哲因為吞血壓藥 要有關係 不讓他漲下去 所以繼續是71億 一直拖拖拖 拖到去年 柯文哲要卸任之前 櫻圖案都發包不出去 可是櫻圖案是誰的idea 就是柯文哲的idea 所以這個爛探子 他自己臉擺不下來啊 因為我們在議會就一直監督他說 你的陰圖從2015年一直到現在 全部都發包不出去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我們編了預算71億給你 在那個地方完全不能執行 結果他就用了傳統標 就是把設計規劃跟營照拆開了 就把設計規劃先招標出去 可是在設計規劃的招標需求書裡面 完全沒有要求設計單位 他最終的營建成本 加上設計不能超過71億 所以就變成一個天大的坑 我這個設計廠商如果要蓋一個100億 150億的可不可以 可以啊 規劃出來 預算不夠怎麼辦 就變蔣萬安的問題了 因為他去年把他發包出去 沒有一個營建成本的上限 接下來接手的市長 就要去負責他這個爛探子 所以這是不是大爛坑 當然是大爛坑啊 所以去年在招標不出去的時候 在這個設計規劃的標 說它是一個天坑 說你那個設計的要求 沒有營建的上限的時候 你知道柯文哲竟然問到 又建設回想起了 怪誰 大家看一下 林青龍啊 他怪林青龍啊 說林青龍跟他說的啦 說這個陰圖啊 是林青龍要他蓋的 不是他啦 我告訴你是不是媽寶啊 就是媽寶啊 柯文哲就是徹頭徹尾的媽寶嘛 千錯萬錯都是別人的錯 有功勞就是我柯文哲 如果有過錯 不是好龍兵 不是馬英九 就是民進黨 就是民進黨要不然就是自己的錢的這個屬下 這就是柯文哲的標準的一個一個行為嘛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包含我們在那邊講說 這個北藝啦 回過頭來我要講一下北藝 北藝昨天我就 我就盯說 他報的這個2.34億的賠款啊 是柯文哲完全逃避議會監督 不願意在卸任之前送預算來議會監督 來議會來爭取 然後留給蔣萬安的爛攤子 而蔣萬安跟國民黨完全不敢去追究 結果柯文哲怎麼說啊 柯文哲說那是誰的錯 不是我的錯 因為是這個好龍兵簽約的 所以是好龍兵的錯 你看是不是完全一模一樣 可是我要告訴大家 當時在2017年 講說好龍兵跟北藝都是圖利廠商的時候 這個東西你看他怎麼講 柯文哲最後就講說 多出來的錢我扛 一定不會讓北藝中心成為大巨蛋第二 結果誰的錯 還是好龍兵的錯 所以你看好維拉又出來了 柯文哲有很多維拉 有民進黨明維拉 有馬英九馬維拉 更好用的是好維拉 只要有功勞都喜歡柯文哲 因為我幫好龍兵收13頭 如果有錯呢都是誰 都是好龍兵 都是好龍兵 所以我不曉得陰途這一件事情 還要再繼續扯下去嗎 所以柯文哲的爛攤子 在台北市政還有非常多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 還會回歸一點 這些東西啊 民進黨議員在這邊大力的 幫蔣萬安講話 幫蔣萬安抱不平 國民黨的議員在幹嘛 在忙著選舉嗎 在忙著必經小刀的那個刀絲 不然為什麼都不願意努力的去監督呢 柯文哲是搶掉 國民黨的支持度的人 結果國民黨的議員 結果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完全沒有 都沒有出刀耶 這個東西應該要追吧 國民黨議員也是有責任的耶 是啊 完全沒有啊 2.34億還是預算 因為送到議會 我們知道 北流這一件事情 川柏已經講成這樣 每個月利息80萬ING 好 這個 這個 蔣萬安很 很哀怨 可是國民黨 沒有人出來幫他講話 完全沒有人跟他講話 然後民進黨罵成這樣 還要被柯文哲說 我們是民進人為了 結果國民黨在那裡 聽官山看北相談 對啊 好所以 國民黨小雞啊 你對啦 趕快出來啦 幫忙聽這些事情啦 我們請教一下冠婷 所以是不是都推給別人呢 北流你看 哎呀 新維啦 新潮流不倒台灣不會好 之前還把錢瞻變成錢瞻喔 結果自己有去剪彩啊 柯文哲說什麼呢 都是民進黨啊 民進黨專搞對立啦 都是民進黨嗎 沒有我們今天就是要正式的打臉柯文哲 柯文哲怎麼講錢瞻 他把那個錢瞻機組就這個瞻啊 當成是那個瞻錢的瞻啦 另外呢他講說錢瞻是一群強盜在分章啊 那我們來看看喔 柯文哲他自己所講的 不知道錢花去哪裡 到底是他真的不知道 還是選舉到的時候呢 故意睜眼說瞎話 我給大家看一下喔 在2021年9月29號的時候 當時翡翠水庫的翡翠原水管工程 導播看這個照片喔 柯文哲就在這一個 翡翠段的貫通大吉的這樣子的一個活動當中 要站C位耶 他站在正中間耶 這個案子喔 我跟大家講 他當天在現場還怎麼講 他說 這個案子總共20億 非常感謝當時擔任行政院長的賴清德 願意支持8億元 因為當時啊 動工之後 賴清德當時已經不是行政院長 柯文哲還在2021年感謝賴清德耶 20億裡面 佔了中央佔了8億 我跟柯大市長報告 柯大主席報告 這一筆就是你當時所講的 錢瞻基礎建設的錢 再來 這個台北捷運南北黃鑽線啊 總經費1369億 中央補助327億 55億是來自於錢瞻啊 柯文哲你站在這裡耶 這請問清楚 好啊如果你來跟大家講 你不知道在哪裡 我再多列幾個啦 幾個台北市的各式大小建設啦 柯文哲為什麼我一個新北市議員知道 你當過台北市長你不知道 欸 百林河濱公園的淋浴設施990萬 這一筆也是來自於錢瞻基礎建設 客牆公園全民運動館1.80億元 這也是來自於錢瞻基礎建設 我再給大家看一下好不好 這打臉真的會打不完耶 欸 現代化食品藥物國家及實驗大樓建在台北 錢瞻基礎建設 台北市立美術館辦理典藏庫房 來自於錢瞻基礎建設 最後我要講 這個你就不能講沒看到了吧 台北市其實比起其他縣市 本來就很多班級有冷氣 對 可是還是有很多高中以下學校沒有冷氣嘛 班班有冷氣 錢瞻基礎建設花了7.04億元 欸這些你都沒看到 你不知道我要去哪 只有一個理由嘛 就是你根本這個台北市市長不知道要幹什麼 或者另外一個理由 你以前都知道 你以前還感謝賴清德 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現在你便不知道 就只有一個原因嘛 就是你現在胡亂批評 胡亂罵 為了打擊民進黨嘛 你把錢瞻基礎建設 以為沒有人會去查出來 實際上台北市做了多少事情 然後告訴大家說這個是亂花錢 亂弄財政紀律 可是結果呢 台北市也做很多啊 最後我要講喔 剛剛舉行你提到那個 鄭文燦副院長跟柯文哲市長兩個的那個爭端 其實這不是爭端 這是柯文哲在胡說八道 有一個本質上的問題是 台北市到底過去這幾年來 你不算前瞻的話 中央支持台北市到底多不多 多很多 統籌分配款2015到2022年 台北市拿了4367億 這個總金額 如果你拿前瞻八千八百一筆 光是統籌分配款 大概就佔了整個前瞻的一半 但兩個不一樣 可是我要比的是說 高雄以這八年來 統籌分配款比台北大概少了666億 我們新北市啊 比台北市少了1000多億 這個不是要比誰多 而是台北市本來就得天獨厚 已經統籌分配款拿很多了 而前瞻基礎建設 也繼續挹注地方的建設 你怎麼可能一個當過八年 台北市長的人 你跟大家講 不知道中央這些錢花去哪裡 只有一個原因嘛 就是你為了選舉 而完全忽視你當年 在台北市長的時候的建設 我認為這樣子的人 不值得我們人民信任 我想補充一下喔 關於前瞻這一件事情 剛剛冠廷講說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啊 是不是不認真不知道 不 我告訴你 柯文哲清楚得很 知道這一件事情 是他自己的功能 以剛剛這個北水水庫貫通 剛剛冠廷給大家看的那個照片 是開工的照片 我給大家看 這個新聞是貫通典禮 貫通典禮什麼時候 是2023年今年5月12號 那時候有一個貫通典禮啊 蔣萬安蔣市長啊 就發了邀請函給議員 結果沒有邀請誰 沒有邀請柯文哲 結果柯文哲就生氣了 生氣氣了 然後呢他的民眾黨還講說 你要我要我 就是說經過提醒之後 蔣萬安啊 才賭氣的說 你要我要 我乾脆把全部的 歷屆台北市長都邀來 所以蔣市長這麼不心甘情願 邀請民眾黨的前市長來參加典禮 市議會民眾黨的黨團 也決定不再典禮 當天去看人家臉色 被潑冷水 你看看嘛 很在意 很在意啊 中央開背的前瞻預算 柯文哲知不知道 知道 民眾黨也知道 可是為什麼在這個時間點 他要來消費前瞻 把前瞻的瞻 用成沾水的瞻 沾東西的瞻 為什麼 因為要轉移焦點啊 剛剛我們講的 北易北流 還有包含現在接下來的櫻圖 等等都是打臉柯文哲 在財政紀律 在公共工程管理上面的行政無能 所以他必須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轉移焦點 可是我告訴你 有沒有 你問民眾黨議員就知道 而且民眾黨議員我給大家看 這一張照片啊 還是因為民眾黨真的不想要去參加 蔣萬安的貫通典禮喔 他們提早一天 民眾黨要求台北市的所有的官員去陪他們去市場 再一場啊 提早再一場 提早一場 就是要告訴大家說 這是柯文哲做的啦 不是蔣萬安做的啦 你看看 我看這不是兩套手法嘛 一邊拿人家的錢說好好用 然後一邊還要罵人家說 你看啦 你們那個錢沾啊 都不給我台北市 不然這一條是什麼 北流北義不是也應該找後輪兵的錢採嗎 所以我就覺得這就是柯文哲 這就是民眾黨 好 所以呢你看喔 要選2020的話 你之前做過什麼事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嘛 那今天呢 柯文哲辦了演唱會 不曉得演唱會是辦成怎麼樣 但我們先來看一下賴清德的日本後援會呢 在今天下午正式成立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場情況 對 大家來看到我們現在人呢 正在日本東京 今天下午全日本賴清德後援會成立 可以看到現場其實非常多的台下來到現場 而且呢是由競選總幹事潘木安 親自授政旗跟政書 而且包含立文也來到這裡了 那大家呢 現在就要來韓國 希望象徵所謂的團結來挺台灣 來 各順 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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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其實呢 這個包含像是不少的台橋呢 都來到這邊 那組成 produce一個成立大會呢 他們勒走得說不ye不是 highlights 其來 每項 大家也知道在先前 其实柯文哲也已经访日 而且在两天之后 侯永连也即将来到日本 现在台湾的沙喀都战局非常激烈 所以也让这些台乔 我觉得非常的紧张 那今天选择是站出来 希望表达自己的心声 好 那郭台铭在干嘛呢 你也不知道要去美国了吗 今天呢 马不停蹄又来到脏话 结果呢 谢鼎玲在旁边哦 被问到说 谢鼎玲啊 你会不会害怕党继处分呢 他说 我不会 我们先来看一下 总统两个字让郭台铭笑得合不拢嘴 郭台铭到彰化拜庙 一看到国民党籍张华一掌谢鼎玲现身 立刻一把把他拉紧 郭董还凑上前 某跟他讲悄悄话 手一度想主动牵上去 彰化行谢鼎玲亲自迎接 两个人连TT 不过前一天国民党立委参选的林金杰 才因为合体郭台铭发挺郭扇子 让侯伴很感冒 新北党部更严厉警告 但谢鼎玲不担心 因为我不是候选人 所以我没有在担心这个事情 你到底是挺郭还是挺 挺民意啊 民意才能使人当选啊 挺谁都没有办法使人当选 一句话挺民意耐人寻味 而这个礼拜郭台铭一连踩点 新北桃源彰化 强化跟地方派黏着度 因为浓厚 30号还将启动访美 是否会面亲中派 美国前国务卿 季辛吉备受关注 而同样着重国际格局的 还有侯友宜 连两天没有公开行程 专注为日本行准备 周末则由二哥侯明风带打 帮冲南部省市 现在郭台铭 累参选动作多 蓝衣小鸡平平同台 侯伴跟国务党为此展现 肃杀氛围 但能否为侯友宜加分 还很难说 陈确李正道许书为 这台中SMG要组得到 林津杰议员本来说 被党纪处分 结果什么样的党纪呢 严厉的口头警告 好 我们来请教他敬言 所以现在 谢典零要不要被 严厉的口头警告呢 他没在怕 他说 我不是候选人 所以没有在担心的 但是不怕被党纪处分的 不是只有谢典零 陈硬正也说他不怕 你怎么看 当然我们这个党公职行为 党公职行为 你好好说 党员行为规范规定 不是只有针对参选人 所有党员都一样 当然这个议长是我们的党员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 我说的党纪不严明 同框郭台铭 心中无党格 合体科文者 然后这个自己要够强 就不怕人家起一抢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说 自己候选人 你现在是在定 你们自家的候选人不够强吗 现阶段确实这个是事实 我们现在目前还 好啊 好啊 这个是事实 这个偏不了人 但我们自己要变得够强 你看郭台铭现在在做什么 其实我觉得郭台铭 真的要仔细去思考 自己先跟一些朋友在吃饭 然后这个 他们当然是 有一些是倾向支持来的 可是有一些是平常没在关心政治 他们就在讲说 郭台铭到底在干嘛 人家觉得很厌烦 就是觉得说 好像这些动作 然后模糊 对郭台铭而言 他这样子的模糊策略 他不可能保持到大选结束 他最快什么时候要摊牌 9月中 因为9月中就开始这个公民联署 最迟最迟最迟 11月这个总统选举登记 他必须要揭晓 他最后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那对于郭台铭来说 他自己 这个到底是不是参选到底 目前 以政坛看起来是 他现在动作频频 无论他是要保温 还是要试水温 那他宣布参选 大家可能认为说 是迟早的事情 可是重点就是 只要他一宣布参选 这场游戏 这场比赛就结束 就是赖清德 躺着当选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但是郭台铭 现在是不是能够参选到底 其实也不是重点 为什么 因为郭台铭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是在临时国民党 经过这段时间的临时 我觉得他真的要去思考 他自己一直讲诚信的事情 四年前他已经有了前科了 他这一次为了要争取国民党 代表参选总统 他也特别道歉了 不是吗 所以蓝英勒的选民才觉得说 好像有跟四年前不一样 不好意思 结果现在看起来 还是让年轻气盛 所以他自己在五月十七那一天 自己都已经先发文 所以权力支持侯仪 他一旦真的 他真的有想要参选的话 他必须要去思考 他怎么样对 不是对国民党 是要对所有的民众交代 因为你四年前已经有前科了 他已经给交代了 所以千万人无王乙 千万人无王乙 更不用讲说 他脸书不是还发什么一句 我觉得最好笑的一句是 民意永远大于党义 那请问你五月十七之前在干嘛 争取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 争取公民联署参选总统 你说代表公民党参选总统 民意大于党义 大家会觉得说 你这个标准不一嘛 你现在为了你想要 所以内心 那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你现在是觉得 你们侯友仪不够强 还是希望郭台铭不要太强 不不 现在的情况就是来自于第一个 确实事实上是 侯友仪现阶段不够强 如果够强的话 郭台铭还有什么话讲 根本没有人理他 所以嘛 那他现在这样子动作频频 但是他必须要去思考 很多你说议长这些 我必须要讲 议长这些很多跟郭台铭 确实是私交比较好 郭台铭他年初为了要参选总统 他早就去拜会 打点这些人了 那侯友仪前面没做这些动作 五月十七之后 你突然一下这些议长 这些议长是讲这个情感 他们是很有意气的 突然就 那我不甩你郭台铭了 然后这个挺你侯友仪 对他们来说讲真的 以我们对他们的认识 他们不是这样子的 那郭台铭现在就是抓准这一点 到处 这个抛出政策 合体同框 然后最近我觉得他换了一批公关公司 钱花的值得 看起来在一些议题上 还跑去到处去人家 脸书上面留言 谁叫你们那个侯友仪 做点论之后 五月十八号就没有去看过人家 答应人家都没有要去 所以确实我们必须要反求出去 第一 我们自己总统候选的人 民调赶快拉升 偶遗在八月底 也就是九月之前 你民调 我认为一定要回到第二名 就算不能回到第二名好了 你至少跟柯文哲 差个两%也好 为什么 九月中就要公民连署 你如果回到第二名 郭台铭就消音了 郭台铭就没戏唱了 更不要讲说 我们后面还要去谈蓝白整合 你自己如果不够强的话 我们怎么样去跟人家 谈这个整合呢 再也不整合 就是少到赖心的 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你自己要够强 才有能力去跟人家谈整合 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 可是大家讲到小鸡 这几天大家一直在谈 很多支持者都觉得很反感 就觉得说 你自己的小鸡 更何况是那些 大家普遍认为 有战力的小鸡 我就不点名是谁 大家都知道 有战力的小鸡 你不去这个帮忙侯友宜 去协助侯友宜 我帮你说薛小青是不是 你反而开始在那边暧昧 而且就我所知 这个每次来这边都爆料 虽然这个党内很有意见 那我必须要讲 有一些小鸡还私底下 要去跟柯文哲讲说 我会跟侯友宜保持距离 哦 哦 对啊 谁 这样 现在赶快出来自清啊 对不对 我讲说 翠龙介昨天也讲了嘛 翠龙介讲说 这个就有小鸡去找这个 柯文哲碰面啊 翠龙介又再还我一次公道了 我就讲了 就是真的有小鸡去见跟柯文哲 这个也是事实嘛 但是他说要跟侯友宜保持距离 这要不要挡计啊 我们有小鸡就干这种事情 是谁自己很清楚嘛 大家不要有意见 没有的人就出来讲没有嘛 对不对 没有的话欢迎告我 可是我是讲小鸡啊 对不对 那么多个小鸡 有没有这很清楚啊 你去找柯文哲讲这句话 应该吗 应该吗 我就这样子问 你自己身为国民党的立委提名人 然后你说现在有可能蓝白整合 没有嘛 柯文哲现在就是要选嘛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去找柯文哲讲这句话 你出来啊 你对国民党的支持的交代 你交代过去吗 这就不应该啊 不是只有我知道啊 很多人都知道啊 只是大家想不想把它拿出来讲 我们讲这一些的重点 就是要告诉我们自己的参选人 你自己不去帮忙我们的母鸡 当然我觉得母鸡 他前阵子对他有一些这个疑虑或者是脚步比较凌乱 这个是事实 问题是你自己被提名人 你要有节操啊 你跑去跟人家谈整合 还自己主动说我不会跟我们的总统候选人靠得很近 拜托啊 这样子让大家看不起而已 好所以你看 蓝营的小鸡现在多难为啊 跟柯文哲要讲一番话 跟侯友宜还要讲一番话 还要被党纪处分 不过不会被党纪处分啦 只会严厉的口头警告而已 好我们请教到小玉姐 那你看郭台铭的动作 他今天在台上告出什么 选人不选党 选党概不爽 这句话针对谁而来的呢 因为明天就要访美了嘛 先吴子佳说可能两个时间宣布啦 要嘛就访美回来 要嘛就是823 那访美一个月 这一个月发生什么事情呢 很难说的哦 现在看起来郭台铭 我还是讲啦 他就是政治方常境嘛 一下要选一下不选啦 那看起来他动作是要选方境 要选的那边好像比较多呢 很多他的代言人都说他一定会选 那事实上吴子佳也公告了嘛 就是他可能两个时间点 一个就是访美回来 可是就我了解 他现在访美的时间 如果他823要去参加这个 金门的这个炮战 这个追尸这个部分的话 那看起来以他明天要出国去美国 那在美国至少要待上快20天的时间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 虽然媒体呢都会把焦点 好像的 你看这是郭台铭 把他这个访美定调为和平之旅哦 不得了 你知道这个和平之旅 什么什么之旅 都是那种元首级的 比如说我们以前会跟阿扁 或是蔡总统 或是他们出访 他总统的出访才会有什么什么之旅 对 所以你看包括这个郭台铭 自己只是访美的行程 就已经定调为和平之旅 这个琢磨很多 他就把他自己的这个身价 已经抬高到是元首级的 但是说穿了 他不管去美国 或是去日本 甚至去欧洲 他大部分都是以他的生意为主 其实大家都会focus说 他就是说见到谁 好像政治成绩把他拉很高 其实说穿了 他还是以他的生意为主 然后他事实上 他现在又没有要宣布要参选 你去美国你可以见到谁 也不会有人帮你积极安排 对不对 他身边也没有真的 就是说很了解的这种政治幕僚 尤其涉外的政治幕僚都没有 所以你说 以及这个公关公司 他是有签约 可是公关公司 是帮他在做炒声量 你说他真的能够 帮他去安排到什么 去会见 会会见那个什么 麦卡锡 甚至可以到我真的觉得 这个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回过头来 那讲到说 我认为国民党自己 刚刚虽然肖静言讲说 很多人会靠过去 去骂这些小鸡 但是我觉得你真的 不撑头还是国民党 因为你以林金杰 这件事情来讲 我就说 你国民党这个新北市 说要开这个考纪会 你根本就是挖洞给自己跳 因为你坦白讲 你真的有种的话 你就林金杰给他开杂下去 那也没有 你最后的结果是 什么严厉的口头警告 听起来很威 多严厉啊 到底多严厉 我很想知道 你到底是严厉到什么地方 人均哥 我说 下次不要再这样子了 我说这么严厉 你像馆长这样子吗 而且石子还不可以再这样 不是 你要像馆长这样 自己吵下去 不可能 所以大家要看你到底多严厉 所以这个为什么 我之前就讲说 新北市的好机会 你就是挖洞给自己跳 那你现在好啦 你只是严厉的口头警告 果然大家这个有样学样 谢连银也来 陈玉珍也来 你这根本就是给大家 开了一个大门嘛 现在国民党最大的问题是说 你敢对柯P 譬如说小姬 虽然萧静姐刚刚讲说 有些小姬去见柯P 可是没有人敢把名字讲出来 你敢把名字讲出来 金普冲马上就开刀了嘛 因为柯文哲已经宣布要选了 所以国民党有凭有据 就敢跟他这个开干下去 那现在郭台银就在那边 一下要一下 不要这样这样 这样类参选 那你国民党 我还是觉得问题在国民党 你就应该 这个就是 郭台银就给他开下去嘛 对不对 是不是 要禁止他有动作嘛 不是说七二三之后 就是开刀时间点了吗 说实在我觉得这是国民党 让人家看不起的地方 因为你可能台面上 你又不敢对郭台银做什么样 所以只能台面下嘛 台面下不得了了 这个我跟你讲 这我是冒着生命为情的 因为昨天 那个郭台银只是联合报写他一个 说什么他这个很生气 说什么他不会这个 他跟赖清德见面 还讲了一个跟 讲了一个对国民党的气话 哇 那个联合报就接到律师函了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是 我知道讲 现在是蓝营朋友的这个群组 这我今天有看到 影片开始疯传 对 这个不是我们讲的 然后先讲郭董 这不是我们讲的 这个时候你接 多怕接到律师函了 真的 不然你讲 我来讲反正今天就是网络有个影片 但是也不晓得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但传出来说是不是蓝营这边在传的呢 好啦那你要不要丢给我 我是还没看到 这就是一周刊 好久之前的这个一周刊 这个我有看到 对 大概是两个礼拜前就开始看到 他就是讲以前这个 好他就是婚内有出轨就跟陈丑美这件事情 这个是一周刊爆料的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又突然把他这个拿出来了 原来就是最后的梗 在节目的最后 这个影片的最后是写说 连婚姻都不忠 怎么相信你会对国家敬忠 这是蓝营群组就开始拿他诚信做文章 意思就是说你对婚姻都不忠诚 而且郭台铭当时对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影片里面讲了一个经典的话 他说这就是逢场作戏 意思就是说这个谁没有逢场作戏 但是来宁就会开始拿这件事情 来做他的诚信的问题 所以我最后要讲 我觉得国民党你有尬子一点 你要吗就赶快 这个要印就赶快印起来 做这种小动作 在群组里面流传 然后要对郭台铭做这种抹黑的动作 我也是觉得这不是抹黑 就是讲他以前过去的事情 突然蹦出来一个影片 他会觉得很奇怪 从哪里冒出来了对不对 对那你把他人家事情过去做文章 我会觉得你国民党叫我们就正面对局 所以郭台铭今天会讲说 选人不选党选党该不爽 这个贱是直指国民党吗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所以你看郭台铭还是动作平平 明天要访美了 今天去彰化一趟 谢点灵在他旁边还特别帮小姬讲话 特别帮林津姐讲话说什么 国民党应该要体量基层 这国民党到底要不要杀郭台铭 这当然要杀 你是一个非常大的目标 好我们请教一下志胜哥 你看包括前天穿军服 这不就承认他是总统参选人了吗 他也是这样讲 所以访美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分点我先讲前面这个部分 不管是前天穿军服 那是在一个桃园的场合 他穿军服在讲说他要访美 然后要什么 维护台湾和平 他说我在回应 就是桃园的一个立委参选人 叫这个 刘旭霖 然后在讲的话 特别人在质疑说 怎样才能够当一个台湾合格的领导人 维护台湾的和平 隔空喊 我不晓得有没有太好招 他就逗上了 然后隔两天 这个郭台铭就穿着军服 然后回应说 我告诉你怎么样 我再看谢点灵的这个做法 一起 就插着没有手牵手 腰的火腰 然后一起到这个北斗去参拜 然后包括刚刚我们前面讲那句叫 选人不选党 选人不爽 选人不爽 这个这句话的讲法 也是在那个场合讲出来的 所以你看郭台铭的操作 其实蛮精准的 好啊 你不要站台是不是 站台林津姐会被严厉的 口头警告 口头警告对不对 那好 我找什么 我找没有要选举的 你能怎么办 然后而且他们站台 他们帮忙站 当五党籍的候选人站 五党籍可以吧 五党籍如果是青蓝的候选人 可以吧 然后在北斗去 不能当天一起站台 我隔空喊话 隔空对话可以吧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变情的方式 我不知道国民党怎么样 一一去处理这个东西 这个是直指 侯友宜的一个弱点 就是所谓地方派系 所以看样子 你说整合了半天 地方派系不理你 就是不理你嘛 党基材怎么办 就是怎么 就还是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是 这个 郭台铭这段时间 还是持续的在推进 而且看起来侯友宜没保 还是这样的情况 那接下来明天访美这件事情 又是直指侯友宜另外一个弱点 国际的问题 我不知道他要去多久 但是他很清楚 跟你讲说 他去此行目的是要说服美国鹰派 不要把台湾变成乌克兰 那你应该去中国 叫中国不要变俄罗斯 对啊 你去美国 说服说不要变成乌克兰 美国想说 你不是要去跟俄罗斯讲吗 你不要把台湾变成这个 所谓兵凶战尾 这你不应该跟习近平讲吗 你去跟美国人讲 美国人想说 你在说什么 但是这是一个状况 就是基本上 至少 郭台铭在这段时间 很懂得利用这种选举语言 创造自己的声量 而且打的地方 都是侯友宜的弱点 地方派系 国际议题 我们不知道过台湾 民要去美国去多久 但是你这种说法 你说刚刚有提到说 他到底能见到谁 事实上这样 美国很多重量级的基金会 他都有机会可以去 因为重量级基金会 其实一方面 他欢迎重要的 各国政要之外 他也欢迎各国有钱的 副爸爸们去捐款 带来下金蛋的和平歌 对对对 他就是下金蛋的和平歌 他嫁到各个智库去 所以刚刚有人传说 他会不会见季辛吉 通过Kissinger 这个隔空跟习近平喊话 说季辛吉刚去美国回 刚去中国回来 等等之类的 都有可能 因为这些东西 其实对一个 目前没有任何 总统候选人 甚至没有任何政党身份的 一个生意人来讲 他只要带着金蛋 飞飞飞飞飞飞 很多地方都愿意欢迎他 问题是 这种做法的目的 到底是 你是真的在说 帮台湾讲话 还是只是为了跟侯友宜 互别苗头 不要忘了 刚刚提到 上一次 这个郭台铭去了美国 结果提早回来 就宣布要投入 这个国民党的宣布 对耶 他上次也是 突然去美国之后 就提早回来 提早回来 跟他一起上去提早 对 就宣布要争取 对不对 那你说这一次 他去 我们不知道去多久 刚刚说小玉姐说 可能要去一个月 去多久不知道 但是看起来 他这一次去 有备而来 会不会回来之后 就宣布了 因为吴子嘉也是这样讲 你看他 抢在赖清德之前去 抢在侯友宜之前去 不是摆明了 要把自己的国际规格 做高吗 回来之后 立刻 搞不好在机场就宣布 等等之类的状况 所以不用其他在美国 真的跟你讲说什么 不要把台湾变乌克兰 他的目的很清楚 就是要告诉侯友宜 我地方派系 人家都挺我 选人不选党 选党该不爽 到国际的时候 就告诉你说 你看我是会下金蛋的和平歌 那你侯友宜是什么 到现在还走不出台湾 好 所以请教任俊哥 那你看 那国民党小鸡 现在到底对郭台铭 是要以什么样的态度呢 好 包括对柯文哲 你看谢荣介现在就说 好几个小鸡 偷偷去见面柯文哲 那你一方面呢 这个罗志强也说 好像变成全国民党的罪人 那游淑慧这边有话要说啦 杀小鸡等于是杀母鸡 这样小鸡都杀完的话 那侯友宜还得了呢 好 包括这个郭台铭这边 也来帮国民党小鸡说话 现在国民党感觉起来 两边都要向他插刀吗 我觉得可能 你讲说两边向他插刀 但是你换一个角度想 好像国民党有好几边都想 对这个郭台铭靠拢 那你刚刚提到说小鸡的部分 其实你要拆成两种 第一种是所谓的地方型的 也就是在这一次里面 不会投入选战的那一种 那一种其实你被问到说 他跟郭台铭 我跟你讲他们完完全全 就不会觉得就是说 我跟郭台铭见面有什么差别 因为很简单 四个字 不选最大 他们没有参加选举嘛 所以呢当他没有这个 所谓选战 你今天就是党纪要去处分他 或是干嘛 你要撤销他什么 顶多就大不了就像这个地方型的 吕美龄大家骂他 我就不要国民党就好了 他要再加入什么 因为老实际上 他的选票的基础来自于地方 现在民众党就跟他招手了 对那现在所以 因为他这个消息 目前其实没有证实说 他到底会不会进去 但我知道民众党的逻辑一定会是 如果他是有地方实力 而且他愿意去加入的话 我不认为他会在这个 你不要来你不要来 收信来都是菜吗 所以为什么当时这个 这个刚刚提到说 这个谢立功会讲说 你要讲清楚 我觉得这是一件事 所以我刚刚讲第一个成绩是 他不选的那一种地方型 尤其像议长那一些 他为什么现在跟郭台铭靠拢 我又没有差 你要党纪我处分什么 那你在地方上你还要靠我 所以你看国民党在这个件事情上 他就会态度变得比较缩手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你刚刚提到 是要选举的那些的这个小鸡 这些人的论述都一样 我都说他有个中央工厂在产制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都是为了要赢啊 我都是为了要拿到立委席制 我拿到立委席制 也是帮国民党拿到啊 那我去争取选票 有什么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一些人 以前被骂的时候 他们都点点 他们就觉得好吧好吧 我就QQ 有时候还说什么 党内肃杀之气氛啊 或干嘛的 让他以前都没有遇过 有时候会说很害怕 大家都很怕啊 就是大家都不敢讲话 但是你现在发现到讲话的多了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啊 你今天侯友宜 从7月14号 723这个拳待会晚了之后 到今天为止 你告诉我侯友宜出现过什么新闻 他神隐了耶 他没有新闻耶 你刚突然这样讲 我想不出来耶 你是不是脑袋在想 那侯友宜有什么 侯友宜没有新闻耶 他不是已经定为一尊了吗 这个参选人突然从国民党的平台上消失了 他去哪 他去哪 不知道 他还在国内吧 我不知道 他没有新闻了 有新闻都是周边的 金普充新闻最大 然后再来就是党里面其他人 那参选人怎么不见了 所以这些小鸡 他当然会有一个忧虑的存在嘛 好 你今天说是不是 国民党是不是要想尽办法 叫小鸡去跟侯友宜站在一起 我其实听到的讲法是小鸡也在问 侯友宜什么时候跟我们站在一起 因为人都没记住了嘛 他也没有要主动走出去 然后一天到晚在点名说 谁没跟我走在一起 这不是也很奇怪吗 请问国民党的小鸡们 今天知道侯友宜在哪里 舅萌姐 你不是小鸡 我可以问一下国民党发言 你们知道侯友宜今天的行程是什么吗 他身体不适 应该是因为要去日本出 所以我在想应该是在准备相关的治疗 因为我今天看市政行程 他也没有出席 所以我就讲嘛 活动都没有 就是说今天大家也提到郭台铭的现象 讲实话啦 国民党对郭台铭不忍 你为什么要奢求郭台铭一定要对你有益 或者你国民党对他不忍的意思是说 郭台铭对他动作很多 因为老实讲你去拜庙穿个军服 穿个军服也很怪你知道吗 就全场就你一个人穿成那样 那你到底要表达什么也不知道 那别的一段国旗就是好像觉得说 就是为中华民国为中华民国 可是他其实做了这些动作之外 你居然去限制那一群能跟他见面的就是 我要处分你 我要开除你 我要干嘛 你觉得这是一种仁义的表现吗 你左边讲说他是我们最重要的朋友 他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右边说你不可以跟他见面 你不可以见面我的 那这个就很怪你玩这种两手就会让大家就觉得说 那如果今天是这样的话 我到底错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到目前为止 你把这个郭台铭的定位 你没有定位的非常清楚 金普通当然站在他的立场 他希望为侯友宜争取所有可以争取到的 这个跟他合作或者支持他的机会 可是当金普通把自己变为主角的时候 侯友宜的角色第一个被弱化 他一个完全被弱化 第二个是党中央也没有办法去厘清郭台铭 到目前为止 党中央到底你要跟他就兼逼亲戚还是怎样 郭台铭现在去美国 我讲实话 他去美国 他用企业家的身份 我认为他要见谁都很容易 因为他没有宣布参选 但是他到美国回来之后 势必他要 如果他要参选 他就会身份转换 成为叫做政治 他要投身到政治里面去 那你要投身政治里面的时候 你的那个身份要再去见美国 或见其他国外的政治人物 我认为他难度很多 所以我觉得他在走一个巧门 他为什么去美国前不宣布 因为很简单 他只要一宣布 然后去到美国去 人家一定会 你原先安排好 我认为有些人会矩 我干嘛跟你见面 我这时候好像我帮你背误或干嘛 我不要 所以我觉得会 好像会做一种操作 你知道吗 我去的时候 我现在去的身份 我是一个企业家 刚刚小玉说 他就一个商人的身份去 然后回来的时候 我把他做文章 说我要宣布参选的话 你看我到美国去 我其实见了谁谁谁谁 但是你的身份其实不同 那如果今天是这样的时候 对于国民党来讲 我其实觉得国民党 根本不用等到什么 他什么美国回来 哪里回来 你就直接就是面对到 你们都已经要开闸这些人了 不是吗 林津洁那一种 你们都已经 下次不可以再这样 再这样 我们就可能要这样 就你们把这个话都说到这么足了 那你又何必在那里 保持一个爱爱妹妹的关系 所以到底杀小鸡 可以救母鸡吗 母鸡在哪里 可以先问一下吗 母鸡现在人在哪 母鸡现在等人家来跟他靠拢 对这就很怪了 就说小鸡当然希望 就是我自身称之为小鸡 因为我资源不够 我有很多东西是需要有人 老实讲我需要老大 那老大在哪里 当老大都不是老大的时候 你怎么希望那些小的 那些小弟的还愿意跟在你身边 侯友宜是警察出身的 他不会不懂这种社会组织的概念 就金武通开杀而已 金武通又没有 又不是党主席 所以大战也是肆无忌惮 当然不是吗 因为党权其实掌握在朱立伦的手上 当今天这一些地方出来跟你校正说 因为你知道记者其实都会问党中央说 你们要不要开杂这些小鸡 或者这一些其实已经有言论 或者怎样抵触到你所谓国民党规则的时候 国民党的态度反而是软的 国民党说现在都以规劝 作为现在的一个阶段 并没有打算在这个阶段里面 就要严厉的去开杂 好 所以请教问题 所以意思就是说 要选的人都可以丑医 我就像林清潔一样都可以丑医 那这样的话感觉起来 金跟猪就不同掉 我高高举起 那你猪就轻轻放下 小烈元就说了 他说现在为什么好有疑呢 知识度止跌 是因为金普通加入团队 严厉制止党内的议英 所以让国民党摆脱分崩离析的危机 但杀小鸡真的可以救母鸡吗 我先讲 其实我们有时候当局者迷 小烈元星星他在去年九二一 老实讲是蛮精准预测台湾的状况 所以对于他的言论跟分析 我觉得有一定程度的参考的价值 他认为说现在赖猴跟柯的状态 对于赖星人来讲 是一个持续的领先的状态 而且整个的情形 其实是相对于比较乐观一点的 那侯友宜的状况说真的 确实也因为金普通的加入 他有止跌的状况 甚至已经开始有点回升的味道 不过说真的 这个是他讲的对于国民党来讲 可能是个喜讯 一喜但是也有一忧 忧的部分是说 国民党现在的状况 在金普通加入之后 对他国外的人来看 觉得国民党这个政党很异常 异常这个意思 就叫奇怪 奇怪在哪里 就是说金普通花了这么大的功夫 整顿党妹 要大家这些小鸡们 不要跳出来有杂音 说真的 小立元这个分析是对的 我们看一下过去这段时间 无论是郑立文立委 林金杰议员 罗志强立委参选人 金普通是用了非常大的力气 在压制这些声音 可是说真的到今天为止 这些声音有消失吗 没有 我觉得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这两天 不管是谢龙介还是肖立言 他们讲的 还爆出说有国民党的参选人 要跟侯友宜保持距离 要跟柯文哲有私下会面 这些事情都显示出 国民党现在的杂音 并没有压制住 那为什么会这样 我说真的 以我一个 也是民意代表的角度来看 因为这些选立委的人 最后都会自己求自己的深入 最核心的问题是 金普通你到底能够有多快的时间 让侯友宜的民调 可以上升到 不只是止跌 让国民党的人相信他会赢 只有这些立委参选人 相信侯友宜会赢 他才有可能 不会在到处 一下子找韩国瑜 一下子找柯文哲 一下子找波台铭 这是最核心 可是现在金普通战略真的对吗 我一个民进党的 从政的同志 我看起来觉得很奇怪 刚才林俊哥讲到重点 现在几月了 七月底了 要八月了 甚四五个月要投票了 这个时间点 总统参选人 通常会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到各地去 走行程的时候 你会通知当地的立委 因为大家都很希望说 总统或总统参选人 来到你的选区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2020年的选举 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当时小英总统 到台湾各地 各个地方竞选总部 来做一件事情 抢总统行程 但是抢到 在竞选总部里面 不要讲是打架 会吵架 因为 王志胜立委参选人 卓冠廷立委参选人 简素贝立委参选人 大家互相在那边抢总统 像肖静言刚刚说 我会跟侯友宜 绝对没有 绝对没有 那现在赖清德也有 类似的情形 就是赖清德 现在大家在各地 都非常希望说 赖清德副总统 你公文吧 帮忙 可是你到了地方之后 可以赶快来地方 不管去拜庙 不管去走登山步道 不管菜市场 能够让小鸡 有机会跟从事人 在一起 可是国民党是完全相反的 而侯友宜也没有看到 有这样子安排 所以我觉得 他要能够止迭 真的回升到多好 甚至超越柯文哲 我认为有困难 好 所以你看好有余的困难 那郭台铭不就有机会了吗 柯文哲今天演唱会 郭台铭送了花篮 上面还写什么字呢 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 到底什么意思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想跟柯文哲合作 我们请教他舒培 他今天柯文哲演唱会 送花篮 一个人走得快 一群人走得远 在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要一个人走 走过来走远 到底是要一个人走 还是要一群人走 所以我觉得 郭台铭想尽办法 他这一次的选举 真的是非常聪明 柯文哲开演唱会 没有找他当嘉宾 你看他送了一桌 一桌花 马上变成是重点 对不对 又开始可以让大家去操作 郭台铭跟柯文哲之间 有没有可能 郭台铭是自己一个人要走 还是要跟柯文哲民众党 一群人走 我告诉你 他会不会做 很会做 相对于侯友宜在干嘛 我有一是侯友宜 我有一是国民党的总统 候选人 这没去啊 他不是要去访日的 有啦 有这么做啦 所以不知道 可是你看光今天我们的讨论 除了金府冲要杀小鸡之外 如果金府冲没有杀小鸡 侯友宜就真的没有新闻了 完全都没去啊 郭台铭还不只送这一个花 刚刚呢我看到一个推播 说他今天上午去参加一个全国商圈总会的商圈嘉年华 在上面呢有一个民众就问他说 我们请阿明来选总统好不好 郭台铭就说好 这样子 他自己说啊 是 不是就表态了吗 对可是他这个本来是累参选 他现在是累表态 因为他只有说好 阿好为什么没有讲 是人家问他要不要 要支持他选总统好不好 他说好 他可以 他到底要不要承认还是要否认 我不晓得 可是问题是他种种种种 连参加一个活动 都可以有这样子的精心设计 你侯友宜难怪你的民调会一直掉下去嘛 你靠着金府冲用杀小鸡的方式来巩固你 比较稳定的这个深蓝的票 但除此之外呢 你能够还要怎么样 一直要用什么严厉的口头警告 来震慑这一些小鸡 你可以在这一个月还有办法 你下个月怎么办 你下下个月怎么办 你越进选举的时候 我告诉你就是气宝 小鸡现在只是私底下跟柯文哲讲说 我会尽量跟侯友宜保持一定的空间 我告诉你你只要撑过了一个 在九月初你还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告诉你 我相信国民党的小鸡会化暗为民 全部真的跟侯友宜保持一定的距离 是今天要到台南去造试 结果因为侯友宜重感冒 你查到了 所以就把 因为侯友宜刚刚有给说明 就是把这个周末行程取消 那因为侯友宜是重感冒 那有快晒不是确诊 那因为礼拜一他就要到日本去访问 那所以刚好也趁这两天休息 怎么会这么时间点 这么巧妙身体为样呢 没有啦 就身体这种 生病这种事情没办法 希望早日康复 不要学直斗这样 早日康复 那这家要做功课啦 对不对 那我觉得第一来确实应该休息 那第二就算本身要是没有感冒 我觉得确实这两天 应该也要好好的准备到日本去的事情 那现在讲回来郭台铭 你看他送这个花嘛 其实我就讲还是这句话 你看郭台铭现在的这些动作 我觉得啦 他觉得他是在造势啦 但对国民党跟对蓝英的选民来说 你就是在临时蓝英的选民嘛 所有蓝英的选民都是六成的民意 希望可以政党问题 那现在大家一直在讲民调 民调賴清德是第一名没错 可是第一名大概也就再怎么样 就35%左右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 郭台铭你不赶快一起 为中华民国为重 这个是你自己说的 那最后爽到的是谁 爽到的是賴清德 好 所以请教小玉姐 到底这个花蓝这句话什么意思 那我当然是要走快一点啦 才能赶快到达目标啊 不是吗 但是一群人不是可以走的感觉嘛 我认为啦 郭台铭现在 他本来是三条路嘛 一条就是说 看起来就是换猴的部分 然后再来就是跟柯文哲合作 最后是独立参选 可是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换猴的部分 就是已经完成 没希望啊 对 已经没希望啊 那你现在就只能说回过头来 再寻求跟柯文哲的合作 可是看起来 现在柯文哲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政治现实 就是民调的问题 你以现在最新出炉的 各家民调来看 郭台铭你不要说是老三了 老二了 他政治民调是老四 而且甚至我记得前几天 每一条电子报 T台没有做 每一条电子报 把它做只有10% 他变比后有还要少了 对 你就是说他参选之后呢 你本来就大家讲了 你可以就 比如说保重赖听者之外 你自己的民调都这么低了 你在民调这么低的状况之下 你柯文哲现在 怎么可能跟你合作 而且你现在一定要做什么 又来了大哥要拜托你 你不然大哥先做四年 但以柯文哲现在的角色来讲 坦白讲 柯文哲也是放在今年的选举 如果他今年选举的话 如果没有办法做一个突破的话 他往后又没有舞台 我比较看 但是大哥有92亿的鼓励 所以我们去给他鼓励鼓励好不好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